三国作为一个战火横飞, 骁崇崛起的动荡战争时代, 对喜爱战争和英雄主义的人们来说, 是最让人着迷的朝代。 在这几十年里, 三国不仅在影视、小说领域中掀起了风潮, 更是入了游戏的领域。 三国演绎《三国杀》一起当迁, 其中最怀源三国历史的游戏, 当属经营了三十几年的三国剧。 至今已经出了十四部的作品, 可以说是陪着玩家长大的游戏的童年游戏。 每位玩家心中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神作, 有人认为是第四代, 有人认为是第九代。 但是三国志中却有一个最特别的存在, 有不少的玩家都将它视为心目中的神作, 然而它却是差点毁了三国志的游戏。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三国志是由光荣工作室制作的策略战棋游戏, 也是日本为数不多, 至今都依然坚持游戏玩法的工作室。 三国志十一是光荣首部, 从2D跨越到3D的三国志续作, 还使用了具备中国风的彩幕风格。 这也是一部就让玩家沉浸在一个三国君主, 指挥军队一统天下的宏伟游戏。 可就是这样的游戏, 却遭到了日本玩家的批评。 奇怪的是, 对华人群的玩家而言,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神作。 为什么明明是同一个游戏, 却让不同国家的玩家持有极端的评价呢? 接下来, 玩家经历将与玩家们分享其背后的原因。 在深入探讨之前, 会先向玩家大致介绍一下, 三国志十一的游戏玩法, 和吸引玩家的部分。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哟。 首先, 要说的当然是游戏里那丰富的中国风音乐。 这些音乐是由经验老到的日本作曲家齐赖广制作。 他运用了中国传统乐器, 让音乐充满了古运, 仿佛真的回到了古代。 音乐会对应不同的状况而变化, 建设都城时的悠闲音乐, 开始战斗前的紧奏感音乐, 让人感受到真正的氛围。 但军队处于优势, 争取半片地图势不可倒时, 音乐仿佛是一种凯旋的咒乐, 激发着玩家的胜利感。 反之,当处于劣势时, 音乐则表达出了一种压迫感, 增加了紧张感。 游戏中不同场景搭配的背景音乐, 也让人难以忘怀。 每一首音乐都能够唤起当年的回忆, 使这个游戏充满了情感共鸣。 玩家一开始会掌握自己势力的地盘, 需要在都市周边建设建筑, 以此获得资源维持都市的运行和培养军队。 有了充裕的金钱和粮食后, 便可以招募士兵和生产各种的兵器。 但值得注意的是, 招募士兵时会引起百姓的固满。 如果一直募兵忽略百姓, 就会导致叛变, 出现反抗军攻击都市。 因此,在募兵后就需要进行巡查, 安抚百姓。 除了基本建设外, 还有一些带有特殊功能的建筑, 如更容易感化俘虏的伏接台, 减少外交资金的外交付, 提升流言计策成功率等的建筑。 三部流言可以降低都市武将的忠诚, 使对方更容易受到挖掘, 或是驱虎吞狼诱导对方叛变, 成立新的势力。 虽然透过巧妙的计谋能兵部雪人地消耗敌人, 可如果对方的都市中有高智力的谋士坐镇, 那这些计谋都无法成功。 当准备出城攻打敌人时, 会看见丰富多样的武器和载具, 这是有机的魅力之一。 兵种分有陆地作战的剑兵、 枪兵、挤兵、 奴兵和骑兵。 枪兵和锦兰。 嘴上作战的勇楼船和斗剑, 每个兵种都有自己的特色。 骑兵以高速移动和突袭闻名, 适合追击和突破敌人的队形, 还有少几率能在乱军中加死敌方主将和单挑, 轻易消灭上万的敌人。 单挑也是最让玩家喜爱的一个环境。 主将可以对敌人发起单挑的邀请, 对方可能会一口答应, 也可能一口回绝。 单挑带来的收益是很好的, 如果战胜正有机率俘虏对方主将, 可以直接消灭他的部队, 也有可能让他逃跑, 只消耗他部队部分士兵。 而谋士可以直接在外交时进行舌战, 变赢就可以让对方听从自己。 虽然听了骑兵的优点, 很多玩家都会选择这个强力兵种, 可了解游戏的玩家却不会一味地选择骑兵, 为了让玩家体验到真实的体验, 所以地图上都是模拟真实的地形, 像是有崎岖的道路、 森林、山谷、独拳等的地形, 而地形会影响兵种的发挥, 如骑士不在平淡的地面, 就无法发挥全部的实力。 兵种之间还存在相克的属性, 昌克骑、骑克戟、 戟克枪, 而建兵是被全部克制。 此外, 兵种自身的能力, 对兵种的熟悉和特技, 也会影响军队的输出和能使用的战法, 所以还是要试情况, 而搭配适当的兵器。 这样的深度设计, 让游戏更具有挑战性, 也是让玩家呈现在战争的策略世界中, 运用对军事的理解, 提升战胜敌人的几率, 还能做到以少胜多的场面。 除此之外, 游戏中包括众多著名的历史战役, 引发和曹操乱的黄警之乱, 各路诸侯为欧董卓的连战, 曹操以少胜多的关渡之战, 三共茅庐, 刘备入手等, 玩家可以任一半年存在的势力, 参与其中选择还原历史, 或是以一己之力改写历史, 但受到最受玩家欢迎的战役, 却是假想的英雄集结。 由于在历史上, 三国有很多知名的英雄, 因为各种原因出现在不同的时间线, 有早逝的, 有还未出生的, 因此制作主刻地设计了一个 所有英雄都齐聚的关卡, 满足玩家心中的渴望, 与群雄主入天下, 由于在游玩时, 玩家难以重现三国中的名战役, 所以游戏中还有各决战称霸母系, 吕布丹奇战群雄的虎劳关之战, 周朗火烧百万大军的赤壁之战, 诸葛亮和司马懿最后决战的胡将元, 除了这些还有一些有趣稿色的关卡, 以喜好人气的曹操到处寻找女人的关卡, 这些额外的元素, 既丰富的内容, 又提供了更多元素的体验, 使游戏更加引人入胜, 达而这样的高品质游戏, 是成为系列中焦量最惨的作品, 这其中究竟是发生了什么隐情呢? 2006年3月, 光荣当时耗费巨资, 运用多年做三国的知识, 全数灌输在这首部从2D跨越到3D的续作, 三国记十一, 可光荣没想到游戏的销量竟然异常的低, 在电脑平台上居然卖不出3万的数量, 这是因为玩了初代版本的日本玩家, 发现游戏里存在大量的BAR和缺陷, 这给游戏的评价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尽管光荣很快就进行了更新修改, 并向购买光碟的玩家无偿交换修正版, 可日本玩家却对此不以为然, 甚至还有传闻光荣想收回初代的光碟, 是因为游戏中藏有一个巨大的秘密, 据说在初代本本中隐藏了一些武将, 玩家只要透过一些手法就能找出隐藏武将, 而其中有一位命为奋力爪拦的武将, 将汉字翻译成日文念出来就是Kuso Sumara, 一指游戏侦探XXX无聊, 起初玩家都以为这只是某个玩家的恶搞, 可不久他们发现这个爆料的文章被删除了, 还发现不是作者自己删除, 不然应该会有删文的记录, 很快毛头就指向了光荣指使运营方强制删文, 随着讨论的声音在网上发酵, 光荣竟然删除这些讨论的文章, 让玩家不免怀疑, 奋力爪拦的传说是否真实存在, 这又是不是员工的心声? 其实当时的日本游戏文化, 策略战骑游戏已经逐步走入闭幕, 如2005年推出的《恶灵古堡4》, 早一天发售的《最终幻想12》, 都是在暗示日本游戏的走向趋势, 比起需要根固多方面的复杂操作, 玩家更喜欢专注于艺人身上的简单操作, 光荣本身少在2001年就发现了这点, 并制作出了银河市场的三国武装, 尽管三国自十一在日本的口碑不佳, 但在寡人圈却被视为一部经典的神作, 除了游戏有着大量中华的文化, 玩家游玩时有莫名的亲切感, 更主要的原因是当初的出版还未翻译成中文, 所以玩到威力加强版的玩家, 并没有受到太多霸的伤害。 中国玩家更是对游戏添加了许多优素的mod, 如雪色衣冠、真英雄、七雄争霸等的额外战役, 所以就算游戏经历了18年, 依旧有玩家在玩。 最后,因为三国自十一的销量产弹, 光荣没有制作新作的意愿, 中间控制了很长时间的空白期, 这也造成了更多的玩家游玩了十一, 因为对第一次接触的玩家自然会选择该系列的最新版本。 直到2008年, 由吴宇森制作的赤壁, 但日本上映才发生了转机, 赤壁在日本掀起了一波三国热潮, 其上下铺的票房收入超过100亿日元, 这一成功让光荣有重新开发三国期的念头。 加上,2010年, 中国再次推出了新三国的联系剧, 将玩家内心沉睡已久的三国称霸梦再次唤起, 即便他成一度岌岌可危, 最终仍在玩家心中获得了不可磨灭的地位。 不知道玩家们对这款差点摧毁光荣的神作,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 这里是玩家机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